关于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 狗经被顶替入学一事 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一有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冒名顶替入学是违法行为 陈春秀 王莉莉被冒名顶替案 处理结果已经公布 主要事案人员已经被追究法律责任 狗经一案也是如此 一经查实一定将会追究 冒名顶替入学者的法律责任 和其他人员的相关责任 大家能够看到大多数都发生在2006年以前 由于当时信息化手段的问题 信息公开渠道不畅 深层建立的机会院子等的一些原因 相关人员采取违法违规手段 获取高效文学资本 近年来 国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不断加强对考试录取入学等各个环节的管理 采取多项措施 有效的防范的贸易警惕 入学行为的发生